昨天之後 作為日本 跟一個很高的高官 很接近受賞的高官開了個會 相當好 日本人很佩服香港的抗爭人士 因為他自己的地勢 日本人 你看看日本的歷史從來沒有革命 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推翻的政府 所以他們看到人們推翻政府就很好奇 人們很尊重 因為他持續不了 跟一個很高官的談 都在首相府那裡 就相當好 他們非常尊重我 我當然很感謝他們 就要多給他們配合 我說你一定要 如果你要我來日本的話 多點來日本的話 你一定要跟我取消我隔離 我打了疫苗 什麼都安全了 什麼做足 你不可以試著要我隔離 隔離了真是的 我老婆日本人很厲害的 什麼都不准做 醫生也不准 非法都不准的 就是說怕我惹人了 我怎麼惹人呢 我打到疫苗了 我這麼久 而且我來之前 飛去日本之前 又做測試 到了又做測試 那我的東西給誰都安全 那當然了 現在永遠都有機會的 是吧 永遠都有機會傳東西回來 或者傳給別人 所以昨天不錯 在日本開了會 然後上飛機 飛到這裡 這裡 西岸 下西 就跟他們 電影界的人開了會 也開得相當好 跟他們休息一下 是吧 晚上呢 跟陳昌先生 我們大家聊聊天 我每次來洛杉磯都跟他聊聊天的 我們大家都是天下論樂人的 那他就挺好 我覺得將來我們有很多機會合作 我邀請他來東岸 因為他在加州離開那個政權太遠了 很多人就可以在華盛頓 做事 信息也更容易 關係也更好 我勸他過來 他在考慮 多一點合作 我是到處去的 那多好 我請一下 空博士上來 我要提一件事 我這次在英國 我漏了和你們說 我從來就做了一些功夫 就關於我們香港的BNO那些人 尤其是那幫勇武 可不可以參軍 參加軍份 因為我看他們 我上個月都說了 他們有些志氣消沉 你知道了 凡是勇武那些 一旦沒什麼做就很慘了 是吧 在志氣消沉 他們都很想參軍 對黑警就不客氣了 就是要有一定的報復心理 但是報復你也不可以不斷報復 一定要瘦個斷裂 那將來呢 將來呢 你們各位看到了 英國的航空互難群已經去到關島了 就是說將來呢 英國肯定在 在西亞太有一定的地位 和一定的工作 而且他們都成立了一個海軍陸戰隊 就是他們和美國一起 實際英國來這次很重要的 不是馬上去香港的 英國人但是不要這麼開心 他們實際呢 英國和美國就代表了 北約的海軍的實力 那麼他們不斷地這樣 大家根本是自己人一樣的 那麼他們搬了英國過來呢 和美國一起呢 實際上拿北約的海軍的實力 搬了過來這裏 印太 這很重要的 他們很重要的 凡是打仗 英國實際是前鋒來的 美國就是對象 就是一個對象 所以他們來到這次呢 尤其是協助日本 那麼日本的地位非常之重要 日本本身都很好 但是呢 他呢 就和美國沒有軍事上合作的 所以美國抓了英國艦隊過來呢 實際就是一個軍事的合作 就實際 美國我估計現在呢 就是狗偶爾虎 什麼都拿來的 印太那裏 就是圍著 圍著中共的了 這個所有的力量 澳洲啊 什麼都出色的了 好 我請一下公博士上來 是歐華 早晨 早晨 我是光澤西 在這邊 昨天 昨天 昨天做了一個會 跟著 都跟他們 Mark 和Rock 今天有三個會 今天飛去 舊金山 爭文士 都五下就 你真是厲害了 我平時做生意都是這樣的 那就跟著那個 我知道一晚好好的睡 就回復了 你真是厲害 我以前呢 我做媒體都是四泥這樣走的 沒有所謂的 不過呢 就是你喜歡飛 我就很討厭飛 這樣就說完了 我不是不去的 去到哪裡 就是從早到晚都沒有事的 但是呢 就是經常坐飛機 國際飛 我很討厭國際飛的 是啊 大家 我那個工作 對我來說是工作 是的 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 你飛了五十年了 飛了五十年 對我家常變化的了 現在最慘 這裡有隔離 這裡有測試 那裡有幾個小時 規矩多到來 每個國家的規矩都不一樣的 不是啊 去到 沒去之前 你就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你去對方是學到一些 物 Presents 真的很難行 不算 insists 大 need 都不講了 什麼事 或者說 一場疫情將人的自由剝奪到什麼地步 你可以看到 玩完世界旅遊業就不用說了 但是人的自由 給了政府監中每個個人 第一個高技術給了政府監控每個個人的技術手段 疫情也給了政府監控個人借口 這個其實挺值得警惕的 是吧 你本來是一場感冒來的 你真是人類幾百萬年 人類什麼時候不斷有病死人 現在 搞到你 你說是如果你是害怕 你是害怕旁邊有人得出感冒 要躺藏一個禮拜回來呢 還是害怕你四處政府的監視 四處都監視你 我是害怕政府了 害怕政府多過害怕病毒了 說完了 是的 尤其是左翼政府 左翼政府就是趁機 根本就是奪權 是吧 它用這些 一有疫情就有機會就要奪權 譬如疫政府都不行的 右翼政府都不行的 終於政府就不能夠讓政府 希特拉的右翼政府就左翼右翼說不清了 但是呢 凡是權力過大干預個人自由的 那些政府都是真的有問題的 所以美國現在很多 美國很多人 不只是保守派 美國很多自由派都是抵抗這種情況 因為紐約已經是有了法令 你要帶你的免疫證書出去 不是你的打針的證書出去的 真的很火 滾些人又搬了 繼續就 那你搬到什麼時候了? 餐廳啊 什麼很多地方根本就不讓你進 公共交通 是啊 現在美國這邊一個大生意就有人在... 你知道我們有些疫苗的 打疫苗也剩下的了 很容易造假的嘛 上網有人去造假的 真的是 根本是好笑話來的 打人機什麼都做到 那個什麼 測試報告啊 接著那張這樣的 打疫苗那張卡仔 CDC那張卡仔 哎呀 我猜有很多假的 現在香港 美國人過家都有假打人機的 是啊 因為它普通的紙來的嘛 印出來就可以了 最簡單的了 網上有很多的造假的模板 你就當一個模板也可以造假嘛 那就搞到沒有了符 政府沒有辦法對照那些簽名 所以現在要搞二維碼 那二維碼呢 搞到來呢 哇 那就垂身被人掃到 又是很多人害怕的 你伸到 就是你去到哪裡 現在大陸就是這樣 安全碼叫做 去到哪裡 掃到哪裡 那你政府可以監控你每一步的行動 幾點去買菜 幾點去汽車 看了什麼的朋友 全部監控到啊 共產黨最尊制錢還沒做到這樣啊 這個高科技專制是很恐怖的 它逼我下載了三個APP 跟那個 三個啊 大佬 就是說它們是分裝的 是吧 它這些拿到政府的錢 三家人拿 大家知道嗎 一個SOS啊 一個叫Locator啊 一個就是你身體的狀況啊 那接著飛進來美國 美國呢 一落地 飛機一落地 馬上又要你一個 下載一個APP 它又剛開始 又開始 又開始 又開始賺錢了 那去到哪裡啊 我只下載了APP 英國有英國的APP 到那些APP 那就是想跟蹤你 用這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那幫人呢 東西就沒做成錢 就賺了大把了 政府就開始撥錢 給他們搞這樣的東西 是啊 真的是 我真的不想做國際旅行 不得不做都要去啦 但是呢 就盡量不要 我真的不希望政府有任何東西 就是attach在我那裡的 可能弄多個手機 全部單在那個手機那裡 不然手機到時掉在旁邊不出來才算了 不如買個華為手機放 扔了 封在 你知道大陸的人被人監控啊 那些朋友教我的 就是朋友說 大家去朋友家看朋友 看完第一件事情做什麼呢 就是那個女主人 拿個盒子出來 大家的手機放在那裡 一聲就扔了在雪櫃 扔了在雪櫃 雪櫃門後 又不讓她還在聊天 所有人的手機扔在雪櫃 走的時候才拿回手機 現在是大陸那些自由知識分子 異見人士 怕被人監控那些這樣做 他說還有很厲害的 放在凍傷 說不怕凍壞 他說手機不怕凍的 有時候會熱壞的 動不怕的 就是他們教我的 我那些手機全部進雪櫃 就是這麼好玩了 我都進了幾次跟人聊天 大陸的人聊天 敏感 我說我不怕你怕 就進手機進雪櫃吧 那些高官都是這樣的 就沒有雪櫃 你就在那裡 那就打開了手機 大家都看著 不是啊 現在的新華為手機 關了都沒有用的 它可以記回你的 它唯一用的就是拿了電池出來 但是手機的電池很難拿的 所以你如果帶著蘋果手機 我現在講兩年前 沒有這個功能 華為手機有一個功能的 關了之後它可以隨時跟蹤到你的 它電池在那裡就可以了 那就真可憐了 要放雪櫃才行 蘋果都有分的 在做的蘋果手機 跟在美國做的蘋果手機又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呢 國那些做安全的勸我 在香港也不要 香港那些都是大陸的 它是一個產品來的 那就是要在美國買回手機才行 搞成這樣 現在真的是慘了 是啊 現在我都是跟人買過幾次的 在美國買蘋果手機 買回到大陸 為什麼呢? 在美國就要預先下載所有 他們要下載一些YouTube 大陸下載不了的 回到牆去下載都很慢 所以在美國就下載了所有的 違法的那些APP 拿回到大陸 唉這些 真是 這些政府監控 真是沒有細譜的 沒有細譜的 今天有一則 你講 我提一提 講了 那個 實際那個不是命令來的 是memorandum來的 他寫了一個MOU 就給幾個地方 可能給home security 還有給股院 就要他們幫香港人 是啊 18個月可以工作啊 現在 我猜將來都可能會成為一個法例都未定 因為他這個是臨時的 是 現在這樣的法例在國會走 主要就不要讓它漏洞 因為現在法例這樣走的話 大陸的人都可以全部離開了 很慘的 美國搞不定的 所以要怎樣做到他的護照 怎樣特別針對只是香港人 沒有其他的人呢 因為他現在是香港人和維吾爾族人嘛 那兩個人 針對這兩個人在那裡 他才搞得定的 那法律上很多都怕有漏洞 到時你知道了 國會做一個法律 就是一萬個律師幫你找漏洞 找得漏洞就賺錢 所以美國這些立法很厲害 我呢 就這次在英國就和他們聊起 香港那幫年輕人勇武 他們就對那個 就是想重軍 想受軍訓 那英國那邊呢 我都和他們講了 他們就是比較有影響力的那些人講了 要求他們在國會那裡做些功夫 想辦法給那些BNO的那些年輕人 去到就可以參軍 現在呢 你要正式英國公民 拿英國護照的那些字可以參軍 那我希望實際上沒有事實在 現在叫他們 叫他們容許BNO的年輕人參軍 那幫年輕人都很慘 很頹 就是你知道了 沒什麼可以做 香港人沒什麼可以做 那走了出來 主要在英國那邊 那將來希望 或者美國 英國給機會成軍 因為現在美國和英國都在講了 要成立一個海 要在亞太成立一個海 成立不止一個 幾個海軍陸戰隊的駐軍 它打算長來長遠 現在這件事都是長遠的了 那如果裡面有一些我們香港人參加 都是好事呢 語言那方面 對那個環境的熟悉 那麼他們都需要大怒黨 我們也要大怒黨 是吧 所以 或者我們有空回去看看那個 就是那些拿了政治庇護 有沒有可以 有什麼之後才可以重軍 這個值得研究一下 或者可不可以 不是 重軍 未拿都可以重軍的 美國是美國吸收外貿重軍的 是 就是未拿到綠卡都可以去什麼 你的意思是 美國就是外國人要求重軍 他重軍幾年之後 我都認識一些人的 就是他重軍幾年之後 他就給綠卡 你綠卡很快公民了 那個就 我原來手下 那個看著的大學畢業的那個小妹 那個小妹就立即去重軍 在我這裡做了兩個月就特意了 從軍之後 後來幾年之後 我在機場碰見他 我說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我公民 剛剛進了公民了 幾年 我這麼快進公民的 他說 進了軍隊就綠卡了 綠卡之後從軍隊出來 他剛剛滿五年 他就做了公民了 所以挺快的 美國為什麼主要不是針對這些亞裔的 主要是針對拉美裔的 美國現在軍隊中的拉美裔人很多了嘛 很多那些 特別是那些非白移民子女過來的 你去裁軍之後 你就所有 你就 免了你那些什麼 就是你直接就變成 綠卡就變成公民了 所以很多拉美裔的裁軍了 是 這個我們做一些功課的節目跟他們說的 因為那些勇武的人就未必是喜歡讀書的 他們覺得他們將來對香港在勇武那方面 你想想香港在警察那裡 將來都要換的了 而且可能將來就有外國駐軍 一些都不奇怪的 如果香港要有光復的機會 是吧 所以就有可能的 現在講不清了 整個形勢變得很快 真的不懂得說 變得非常快 你說拜登怎麼想溫和 都溫和不來 現在怎麼知道呢 最慘就是前天那個所謂的那些什麼 那些電腦裡面那些什麼 二萬多的那裡 那些更慘過什麼 更慘過普通的證據 什麼證據都不夠這件事情 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 我看到一些新聞 這個你說起來比較複雜 我們再看 我個人看這件事情挺謹慎的 我挺謹慎的 在這些事情 你有證據可以說 這個不是新聞來的 你拿到是新聞 但是它裡頭發現的東西 不算是新聞來的 中國現在最比較可以肯定 McCott昨天也說了 比較可以肯定的就是 他們在實驗室換火 叫做玩火他們這樣說 換火 就是說你不夠這麼安全的條件 就做很不夠這個不安全的那種實驗 就是我們都說了 美國人對人命啊 對人們很重視很多東西不能做的 中國沒有東西不能做的 做做做做做做 最後這個事情是怎麼洩漏出來的 因為按照一般來說 如果是放毒 它投也要投去 比如投去新疆 投去一些小地方 投在武漢沒什麼道理的 所以這種洩漏是怎麼做的 但是實現室裡頭這樣做的 現在有幾個問題就要解答了 第一個 美國方面不是不知道的 原來知道多少 知道多少 允許多少 給了多少錢下去 這個美國方面 追這些人的責 因為你知道當時美國的實驗室 那些國家的實驗室還是大批中國人 還有大批長江學者啊 那些千人計劃都在裡面 所以拿了多少錢去中國 做了什麼事情 你們知道什麼程度 你們知道這個實驗危險 在什麼程度 你們知道中國安全的計劃 在什麼程度 到不到這個地步 實驗室會怎麼洩漏 怎麼做 這個很多不只是中國追責 美國方面也有追責的 我覺得這個追責很重要 重要到什麼重要的 就是把美國 現在等於是美國長期 和中國那些科技合作 玩完了 聽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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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昨天那個報告 其實大家可以繼續去看 中文報道 英文報道都很多的 相當長的 這個報道主要是共和黨方面出來的 國會整個報告方面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共和黨出來的證據是實的 我昨晚跟程翔職發 我就問他 你知道了 大家多一些意見 好一些 我說你怎麼看大陸現在那個情況 內部的情況 外面那些我們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就是大陸以外那些我們就很清楚了 我說他怎麼看 每個人有個看法的 程翔 你知道在大陸都很多年了 他原來是Strict Time的 新加坡是Strict Time住在大陸的 我後來都搞清楚 我就以為以前是大公報有成報 那些是之前的事 我以為是文匯報 後來原來Strict Time 他跟Strict Time做了十幾年 我現在都搞清楚 還有他因為跟Strict Time做 他的英文要五點的 因為Strict Time大部分那些寫出來是英文的 所以他都那方面 當然他都在香港讀大學 這個絕對 還有他英文可以 所以有些翻譯的東西都很重要 不過我就問他 那一代人已經挺好的 是的 我就問他 我說你怎麼看大陸內部 他說真的有可能會出事的 現在裡面真的是很… 就是大家各走極端的 兩邊都是 習也走極端了 是不是? 那邊再不做事 我估計這件事都是… 所以明年那個連任都是… 我估計是差那樣東西 你怎麼看? 現在還這麼說 永遠改變了 還差一年多吧? 一年多 政治一年多是古老時代的 所以美國就不斷 中國就不斷看一年多 你不知道發生多少事情的 但是中國現在面臨很多危機 就真的很難避免 就是我現在 昨晚我們有朋友生日去吃飯 就是他講起來他很熟悉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他原來… 我不說他身份 但是原來是環保公園 他說中國前幾年 因為那些污染太厲害了 中國大理智治理這個污染 大規模的進口石油田和天然氣 那就減少了煤 但是現在如果是世界上這樣衝突出來 煤和天然氣 他說沙特的石油和伊朗的石油 一旦如果出了什麼問題 中國要燒煤 他說中國的城市設計 和西方不一樣 西方斷電 美國現在斷電 我們住樓的衰衰的 下來找朋友家裡住 但是大多數是比較平的 中國的高樓 耗電不得了 城市高樓 他說如果要燒煤的話 中國燒煤 所有的污染情況就會出來 他說真的會很嚴重 所以中國 美國其實西方國家 他看到可以經受的是一種 比如封鎖性 中國的東西不來 少一點就算了 但是中國經受不起這種封鎖 這句話說 第二個 他講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新疆 他說他參與了一帶一路的設計 什麼新疆 他當時是持批評意見的 他說新疆現在的計劃 中國在那裡講的 但是在做 但是沒有講的 就是 新疆瓦魯狀報章的水調去新疆 調去南疆 在南疆做地 要做兩億某地 大量千漢人過去 你知道維吾爾族人在新疆一共一千一百萬人 那你如果大陸 狠狠地遷過去兩千萬人呢 等於現在內蒙 內蒙的蒙古人很少 剩下全部都是漢人來的 那他們在新疆想重新又是做這個情況 只要有水 有地 就可以這樣做到 但是新疆情況跟蒙古不一樣的 跟內蒙不一樣是怎麼樣呢? 因為新疆那種已經是有很強烈的宗教和種族衝突了 這樣過去的時候 我說這個不就是 找人填下去死 差不多是 所以這個本身呢 就是這個 因為我是問 我在關心著 我就說新疆的危機會是減輕的 還是會加重的? 他們認為是加重的 新疆危機按照黨內的人估計 又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以前也有去新疆那邊 不是以前 年多前我也有去新疆那邊 那邊那些漢人已經被他們洗腦洗澡了 真是很討厭那些少數民族的 就是說 他說以前那個陳全是什麼東西 那個說他還不夠辣 說他還不夠辣 說還怪他 實際上陳全國已經被美國制裁了 已經算是很辣的了 誰知道那些本地人 本地的漢人 那些都是那些大公司那些 大企那些 還說他還不夠辣 哇 還有我在北京有時都碰到在新疆過來的那些朋友 就是在新疆 已經在北京牆住了 又是說那次新疆不是有一次流血事件的 搞到很大的事情 殺了很多韓人 然後又回到去殺人 他又是說他們不夠硬 就是他們只有一招的 就是鎮壓 什麼都是靠鎮壓 從來沒有其他 其他安撫的那些全部 共產黨說 誰說安撫的那些人就不用擄了 全部只有一招鎮壓 那你說了 下去怎麼辦呢? 現在那些原來呢 過去那幾十年了 那些新疆小數民族都送了他們的孩子出來外國讀書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突然間新疆 他們Vegers突然間組織得這麼好 比我們香港人還好 原來已經很多年 他們的年輕人在那裡讀書 讀完書已經畢業了 所以他們的年輕人 這些讀書的青年 就幫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說要求人權 要求他們那些 原來他們早早就做了下去了 因為我知道我認識多少 又怎麼樣呢? 一個新疆的西藏都是這些人 新疆那些人 很多那些人的獎學金的錢 沙特 中東那邊出來的 有宗教的背景 而且新疆原來南疆 現在主要是南疆 北疆是南疆 南疆這些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原來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南疆本來就是有經商 有的商業地方 不是這麼極端的 一大事情 絲綢絲綢 絲綢絲綢不是這麼極端的宗教性 但是從八十年代末uary開始 接著就這樣穿了黑衣looking 黑袡 大的衣服都越來越多 沙特埃、八卦瓦哈比什 原來911打的那些極端宗教進去了 極端宗教進去了 那些溫和宗教進入也都恢復得很快 所以在那裡 和漢人之間就有很大的隔閡了 而且他們藏人 印度就達了 那些一般都是比較溫和的地方 新疆是經過這裏 中亞到土耳其 他們的語言是土耳其語的一種來的 語言是通的 他們通的 跟土耳其語言通的話 是的 那蘇聯解體以後 整個這一帶的地方 雖然有很多不穩定的情況 這一帶有成游 所以新疆的人以前 因為牧師林要求你一輩子 最少去一次朝聖 他們說新疆的人 朝遠升回來就反了 人家都是這樣 我們這邊被你拿掉的東西 所以這個牧師林對新疆的影響是不可小除的 實際上新疆和西藏很多這些地區 它賴了我們是漢人 實際上不是 我們漢人哪有空去的 什麼地方呢?找我們不去的呢? 全部都是共產黨員來的 去到就答應他們很多 給他們權 又給他們好處的 他們的人工就高過內地很多的 以倍來計的 實際上去那些人呢 我現在就明白那些人為什麼說 他們反而說中國政府或者黨裡面那些不夠硬的 根本他們全部都是黨員來的 還有黨員的子女 是一件這樣的事情來的 所以根本就是佔領西藏和新疆 那些是中共的幹部來的 那些是主題的 還有他們拿走的那些資源 兩個地方的那些地下資源 多得不得了 人家眼睛睛的小數民就看著你 拿那些最有錢的東西都在地下挖走 天天不斷在那搬 人家沒理由不眼紅的嘛 那些是他們的嘛 他們覺得你拿走的 不只是這樣 不只是這樣 就是大陸那邊開油團 開礦 開那些招那些人 那些技術幹部所謂的 共產黨派去的那些 全部是講普通話 講漢語嘛 那些維族人要去找工作 說你不懂得講漢語 對不起了 所以連供都不給你說 你說其它地方 一般你去到 你都是勞工 你都用了別人 不用的 供都找不到 供都找不到 還有幾個意思的時候 共產黨現在就在黑十那邊 全部重新建屋 原來維吾爾那些 一個人接著 他們突然間走了 出了什麼事件 現在他們全部都推倒了那些屋子 都起了樓 樓下看了一個人有抬接像機 你什麼都搞定 所以那些人沒辦法走 那些人如果是出來跟你控制人民 很厲害的 現在的手段很厲害的 但是始終來講 你這樣控制完之後 你這樣最後會爆發的嘛 我印證你剛才講的關於那個 關於現在大陸更多的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 我就上個星期簽了個合同 我在內蒙古和蒙古邊界那裡 有個郵田 蒙古古的人來找我簽合同 想我賣那個所謂的煤塵器的權給他 那些奇怪 實際我那一塊是郵田來的 原來他就想在那裡拿些煤塵器 然後找管道駁下去那個所謂西氣東樞的大館那裡 那些煤塵器也好 天然氣也好 全部都是一樣東西來的 都是隔園來的 隔園就是燒著那些 所以我現在給了那個拳 給了那個煤塵器的拳那裡 我保留回我的時候的拳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損失 我和蒙古古就只是給了那個煤塵器 蒙古古白賺一筆 蒙古古老翻筆 都挺好彩的 幫助一下我們那些郵樹經費 幫助一下我們在美國的郵樹經費 都沒有所謂 我現在都沒有所謂那些東西 我在俄羅斯我也有個郵田的 我想一下 或者它那裡不用隔離啊 疫情好些那麼低 讓我去賣鬼 又有人有興趣 因為現在石油價錢高的嘛 石油價錢高的 我都在那裡 能源 買了錢 原來上個禮拜我都沒有所謂這些新外物 就是我做風險投資的 就是賣了它 我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我始終都是為了賣的 當天我高爾夫球場也是在觀欄 我又是 我見到起了那麼多最高價錢 我就扔掉了 我沒有留在那裡 就跟著我去做一些別人沒做過的東西 就是經常都做一些比較新鮮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學習了 所以那些是大閘家來的 大閘家 那你生活比較容易試 是啊 什麼都懂一點點 我個人也是有名換工的 就是好像人家那樣讀完的博士出來 那你一直教書 教到退休就算不算了 我覺得很無聊 做兩年不用去換工 不但是換工作 還要換職業 還要換行業 還要換什麼 換黨派什麼都換 就坐不住了 老實說 這個這個是廣東人的性格來的 廣東人從來沒有跟你打完一輩子 沒有這樣的東西 不流行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自由的表現來的 廣東人就是這樣 我以前的伙計 我告訴你 那時候我說八年年代的那些伙計 之後上班 中午就跟你拜拜了 他覺得你不對 他覺得不對 他中午就走了 他不會等到晚上 他最多不是你的份工作 之後上班 中午他看到不對勁 他就走了 就是那些這樣的性格 這些不是壞事來的 實際就是好事來的 就是大家都說你適應我適應你嘛 我就跟北光那些好像抱著跟他過世那樣 我不抱得過世的 因為我是跟年輕的人說 你在那裡 你25歲找一份工作 那時候美國之音樂也很多人來了 你看一下現在30年以後 你變成那個人 55歲的一個 你想不想做他呢? 一輩子工作安定 工資不錯 什麼都有齊 到時候一看老了 要退休了 看回頭 人生最悲慘的一件事就是 你過了幾十年之後 你跟人說 我這份工作真是不錯 又穩定 又沒有事情做 每天坐在那裡 那種代價很高的 人生代價 那有人就是 沒有什麼創造力坐在那裡 開心心就坐在那裡 我不行 我很不開心 這個好笑 就是明白我們都是市場來的嘛 不管你是打工也好 老闆也好 我們都是商品而已 去市場那裡競爭的 是吧? 有機會就要向上爬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樣做才不對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香港絕對是自由 自由市場經濟嘛 什麼都是自由的 你做什麼行業 是吧? 你打什麼工作 各樣東西你做 最終就應該去求上進 這個完全我覺得 有時候北方真是太過分了 全部都是一輩子跟著你賺錢 這樣就糟了 我都很怕你 死了 我很怕 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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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條新聞 我就想說一下 好 頂不住 好 有條新聞就是說 大家現在 不是因為我開的 但是自由亞洲電台對港民 報都很緊的 自由亞洲電台在香港有這麼多記者 都不只有一天 而且很多在這裡的記者都是香港來的 當時我開台的時候 就去香港找了一群 找了一群港人 我覺得大陸的人 有大陸人 但是港人很多 所以它有一條報道 我不知道香港現在 都沒有報到什麼 我讀一下報道的題目就是 港府計劃修例將起底刑事化 最高罰100萬人及監禁五年 什麼叫起底刑事化呢? 報紙的報道不是有時起底 查些人的資料 誰做什麼 誰做什麼 起底這個字呢 是大陸的人用的 是的 後來用到香港 所以起底互聯網興起之後 很多的貪官 背景是什麼 你一出了問題 有案子 那些人不知道他做什麼 為什麼貪了這麼多個億的 大家叫做起底 就走去起底 在香港你起底的那些人 就要查冊很多個人資料 所以他現在將這些個人資料 這些起底行為 將個人資料放在公眾的地方 就刑事化 現在建議兩級刑罰入門罪 總之最高可以罰盤100萬元 和監禁五年 媒體玩完了 自媒體都玩完了 現在這個規定不是說香港媒體玩完了 我們就知道 國安法以來一出的國安 這個玩的是什麼呢 這個不單止禁的是媒體 這個禁的是自媒體 好像你和我 我們在這裡說 那個人在香港做了什麼什麼 什麼壞事我們起 他幾多年 哪年哪年是做什麼 這些什麼事情 入罪 這樣就叫做起底 那就起底了 入罪 他這樣起底入罪 我們那天講防火牆 如果你起底入罪 就可以將我們這些廣播全部封了 他說你犯了香港罪就變成了 沒得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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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新聞 新聞全靠起底的 自媒體現在都是靠起底的 是不是? 竟然這樣入罪 就是這樣立法 你看到就真是很可怕的 就是說我們自媒體人給他玩完了 自媒體人給他玩完了 現在根本我們都是做最壞的打算的了 但是希望他快點來更好 他的事情急一點更好 急一點就快一點 全世界都看得清楚 他越是急 越是重手來香港 反而不是壞事的 長痛不如短痛 趕快就讓他暴露了這些事情出來 國際多多少少國際現在都報導的 沒有說不記得香港 這個是不對的 就是現在最近發生的事情 每天發生的事情 全世界都有關注的 很明顯的 差不多比較嚴重一點 美國國務院當然是譴責的 嚴重譴責 歐盟那邊有一幫人也是嚴重譴責 差不多變成了 講香港失去自由這件事 是一個國際 差不多天天他們都關注 新聞裡面關注了之後 不是說關注了算了 每個人都譴責的 這樣東西繼續行是好事的 而且你看到了 那些演講 拜登演講 都是這次說給香港人 那個所謂安全講的東西 裡面都提到了 就是香港的自由 一天少過一天 就差不多沒有限制 就是每次他們演講 都拿香港來作為話題的 這個是好事來的 現在變成好過我們遊說一百次 他們講一句話全世界都聽了 你美國又講 歐洲又講 日本又講 澳大利亞又講 這樣一講 那個氣氛就越講越濃 所以不是壞事 我覺得是非常好事 現在有個幾大的問題是怎樣呢 就是大家都是那些信息碎片化 因為美國的情報部門 因為香港原來美國 對付全世界這麼多熱點地方 香港不是 所以美國要我講一聲 美國駐香港的那個領事館 很沒用的 沒用 親共的 它要促進生意 促進商業 現在美國很多人講香港 但是美國基本上沒有什麼專業的人 可以從頭到尾講香港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我們那些文章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提供到包括從媒體到這個 從媒體到這個官員 到研究單位到所有 如果一人有一份這樣的事情 他看 真的了 他下次講幾句出來的時候 他有時間去忍 這個會是很長線的影響 是 是 現在很多人 老實說 現在很多就算講中國大陸 講不清楚那些來源 就不知道怎麼批它 所以我們那個東西 我們那幾篇文章 關於香港的 就是解釋香港的現況 那幾篇文章 要譯了它做英文 昨晚我也和程翔聊天 他說他都可以在這裡 他本身的英文都不錯 而且五篇裡面有兩篇是他寫的 對他來說就很容易 所以起碼他可以做一部分的翻譯 我看差不多我們八月份 我們翻譯了出來 然後放在我們那個網頁那裡 我現在找一些專業人才 就是那個香港自由燈塔 搞一個專業人才 現在小夏 我過幾天找 正式公佈一下 現在正正式我簽了 所以不是秘密來的了 我和蓬佩奧和余茂春都簽了 那個所謂高級顧問的合同 就是這個香港自由燈塔 所以現在變成我們要拿自由燈塔 你也是董事 是不是 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 就拿它可以正規化 拿它變成正規化 我回到這裡還要找李先生 幫我們申請一下C3 沒問題 他已經準備好了 等了 等著你了 這件事現在應該承認的 這個就是初步 初步就是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都不錯的 都是那兩個人 都是重量級的 是不是 跟著我們將來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用這個組織的名義來幫香港 現在暫時我們用個人 是不是 講講講講 就是現在開始變成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將來拿它強化提高 希望做多些事情 Alman 我還有幾位重量級的朋友 他們有興趣的 他們也是不要錢的 不僅僅的 但是呢 是Pompel那個重量級的 哦 是啊 如果找這樣的級數 我們可以找他們做Patreon都可以的 Patreon也可以的 贊助也可以的 Consultant也可以的 什麼都可以的 你說的 你說的 你成了營 我去請 沒問題 我已經跟他們講過了 我跟他們講過了 還有呢 有些重量級人進來 其他重量級人就開始進來 就是物以類聚了嘛 那變成了他們都探加起來就差很遠了 是 現在最早就知道怎樣呢 在職的人就不能請的 凡是不在職的人都沒問題 那我有幾位 就是人權方面的大哥的朋友 幾十年的朋友呢 那我去請他們了 是 還有一些退休的議員啊 什麼 什麼 他們 就是講 退休的議員官員 我就是講 退休的議員官員 退休的議員官員 就是 我現在這樣講 我有幾位朋友 我跟你們講了他們很有興趣 一個是一個退休的 就是 我這樣講 我講的名字都不怕 這個不怕講的名字 他不懂 Frank Wolf 34年的議員 下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原來 他沒有問題 他跟他好熱情 他幾十年一直幫助中國的人權 我還有一位朋友 就是州長朋友 他願意提供很多法律方面 他是律師來的 法律方面的所有的諮詢 他原來是我們州的州長 還有一些 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來的 大家做起來會有興趣 是的 我們也有了這樣的 作為Vehicle 有一個平台 我們就拿這個平台 就開始一步一步的建立起來 將來呢 譬如我們拍的那些片 部分的股份又可以給他 變成這個可以做到強一點 我覺得現在是機會了 這些事情差不多時間成熟了 我都說了 我除了扣下值飯的錢 我什麼錢都不要 你那些寫作的全部要跟回市場的錢 全部都沒有經營 不可以這樣 我就扣下值飯的錢 我就扣下值飯的錢 跟回市場的錢全部都捐了 就這麼說了 我答應 我答應 而且我答應了資助很多人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做得的那些人 我自己賺到錢 一些美國人 還是中國人 中國人中很多人 一些美國能夠將我們的信息 傳播給美國主流社會的人 如果市場價錢給我的錢 我肯定會知道幾個他們幫我們傳播 還有一些競選 這種事情 回來慢慢再說吧 現在變成我在外國 我在外國跟那些政要也好 跟他們人權組織也好 我這個身份 有個身份 否則別人就說你是一個YouTuber 變成有個組織 有個身份 別人看看是吧 我現在找人搞一個非常專業的網頁 上去 我們做過那些編輯的關於香港 放在上面就對了 有中文有英文這樣 我現在這個東西開始 所以現在都是好事來的 還有將來我們這個都可以算是 一個保守派的 因為老實說他們不對的 兩邊都不對的 我們站在這邊 那邊就比較難一些 那不是的 在香港問題上 我有幾位自由派的朋友 到時回來再見面 我有原來一些 一位部長才說 就是做過 克林頓時期做過部長的 克林頓時期 就是我聊過 出去的時候我有幾個朋友 一個是做過布什的 一個是國間權事務主管的 一個是做過 就是做過克林頓時期的部長的 這位部長就很重要 那我回來跟你說他是誰 好 好 這樣 我希望 因為我很久沒有跟他聯繫 但是前一段突然看到他有一條真文 就是講起亞太 他軍事很熟悉 他是軍隊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打了個電話問他 他就先講起他說講台灣問題 他說亞太那些防務 台灣就真的就不能調 台灣要如何如何如何 他原來在國防的部門 就職位很高很高的 所以我才會打個電話跟他談起來 沒有講到這個組織 但是他說他有興趣參加 支持一些這樣的活動 實在現在香港 有很多所謂都是遊說的組織 但是就沒有正規 我們要搞一個比較飼養的正規 那就正式將來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這個我們都經營的了 不過讓觀眾知道 這個香港自由燈塔 現在是有限公司 然後我們將來在這個有限公司 就變成了做基金 就變成了可以抵稅的基金 這些我們在做的事情 現在已經 雖然我們沒有籌過錢 變成我們自己的袋子就放下去 放下去就去做事 就完全合法的 暫時都不會談到什麼籌款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頂得住 但是如果將來 譬如說一下蓬佩奧真是去選總統的話 我們就可能 可能會 是啊 我說 亂說是另一筆錢來的了 不能說的 另一筆是巨錢來的 那些就不是現在的那些小規模 不用得這些基金這些組織出的 另外一回事 到時我再說 千萬不要分開了 到時我再說 千萬不要分開了 不可以連在一起的 明白了 明白了 我們觀眾不是很清楚美國的情況 所以那時候大家要分家了 不清楚的時候分家了 到時說全部搞賴我的死席 我現在馬上聲明 我很清楚知道是怎麼回事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們都可以賴我 沒得賴的 是 是 是 好 那麼今天就 還有沒有其他題目是你 差不多今天講到這些 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這陣子做一些功課 關於他們要軍訓的那件事 就找人有機會講一下這件事 好嗎? 就說 各位觀眾 今天是星期幾天 星期六 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還是星期六 是 星期六是 今天是星期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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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六 明天是星期六 明天我不出來了 我明天晚上就飛回來 飛回來之後 還有東外有些事情去做 就是紅眼飛回來 好 那麼你回來再講 大家回來再講 好 拜拜 各位 OK 拜拜